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打的就是 生活DIY的部分 就是要教你們如何保養你們家裡的全部鞋子 各種材質都有 因為白同學很愛買AI 我就把我保養鞋子的方法 分享給同學,一起上課去囉 來,首先鞋子大概會碰到什麼問題 白同學先來介紹一下 這張是我經常在打肉片的工作鞋 你看,這是什麼鞋子都已經吊齊了 我今天也會教你們如何修補 然後,這是白同學的一種 短筒的馬靴 這漆子是很漂亮的 我就是要教你們如何保養它 不要讓它過勒,這張穿了十年 然後這張那種 老船長的那種 這不知道是什麼薄荷了 這個表面要如何清理 這算是傳授的同學 然後,Playboard的那個板鞋 它這個,管底是不像 塑膠的材質 這個,等一下表面要怎麼清潔 來分享給同學 還有,這個 這個,我老婆的那個馬靴 這一雙很久了 因為它覺得很好穿 我們要把它抵押,把它回春 待會順便買示範的同學 然後會不會用到什麼東西呢 這個 那個 它這是說什麼人爬的那種 鞋油啦 但是一般皮件都可以用 然後不織布嘛 山材水啦 平光的那個油漆 噴漆啦 然後透明的鞋油 跟黑的 這是那種 驚新的啦 跟以前那個什麼鑽石鞋油 那個固體的不一樣 然後鞋刷 開始來示範的同學看 來,首先我們現在 處理這個馬靴 你看它的表面 是不是都 沒有龜裂 就像這稍微看 看它鐵石鐵石而已 來,我們先把它 上那個 黑色的鞋油 然後表面的話 我們一般 都是用那個 乾擦的方式 你如果要先濕擦 下去把它去霧的話 你就是先沾點水 這個就可以把它弄起來了 但是 我們日本話來說 皮件 最好不要弄到水的話 這樣它 比較 能撐得久 來 鞋油 特別的同學還要買這罐 然後 就是 黑色你就先這樣上 這個壓下去 它就會出來 藍色 後面 很多步驟 很多雙鞋子 它的狀況都不一樣 白同學傳授過來 那種技巧 給你 有時候 我們 幫老婆 鞋子 把它經歷的 水水 隔天起來 要穿的時候 看它在洗內巡 那時候看它的笑容 那時候最感動 對 後面這個鞋跟也可以 你像這個 它那個拉鏈曲 我也是用這個 鑰匙圈把它用去 時尚又耐用 所以 喜歡看DIY的節目 就是來看白同學DIY教室 這個 馬軒也可以手 我直接把它把它拌下去 對 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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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再 擦就很好擦 白同學 我太久沒幫我摸保養鞋子 他就跟我說 叫我 順便幫我保養鞋子 拍一支肉片 對啊 賺這個便當地 反正白同學在想 叫我怎麼有一天 落拍到 變在拍Youtube 在賺便當地 沒辦法 男人就是要能屈能伸 你們的訂閱 好像很快樂 他這個改編 鞋子的改編 改編的改編 改編的改編 改編也要切得乾 這樣子 是不是快乾了對不對 好 然後你現在就是等它乾 來 這個就是上完那個黑色鞋油之後 經過三分鐘 乾掉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是 還沒有上之前 這樣閉起來很緊 不會 還有閉殺技 然後 用那個拋光布 3M的那個布 它有很多等級 用那一種可以拋光的 這樣子 記得 就是把它伸進去 好 一樣 鏡頭在我的頭上 你一般弄好之後 你如果沒有拋光的話 它的亮度會比較低 這是白銅學研究出來 所以你看人 老朋友 一般在保養那個細膚 他那個什麼 拋光布都一直扣一直扣 那就是他的技巧 他把它拉 他用一用 他會燒 燒的時候 他就變金 你看 前面 這裡 這裡 大概弄好之後 你看 是不是差很多了 我們現在要來上 第二層透明漆 來 透明漆 透明漆也是這樣子 透明漆用起來 那色小小 它的顏色就是 稍微乳白色 乳色的部分 就是它還沒有乾 你就是這樣平均 這個部分很重要 你就慢慢這樣刷 它乾掉的時候 它這個乳狀的顏色 就會不見了 我示範的同學 鞋根這個也可以 你就是 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就再滴下去 那個小穴 它又 噴一些東西出來 來 一樣 手我們從這裡把它乾下去 乾下去 比較好施工 你就是 平均這樣刷 就感覺不像那個車在鍍膜 你像這個 對啊 它是不是好像比較厚 是不是 你就這樣 稍微把它撩過 讓它更均勻 然後 重點就是 還沒乾的時候 你不能擦 擦下去 你就 失敗了 那是它的重點 好 弄好之後 也是經過五分鐘讓它乾 像這 上面透明鞋耳 完全乾掉之後 你看到裡面 乳白色痕跡 都沒有 那就是完全乾燥 手一樣 是對這裡 把它乾進去 然後 拋光布拿起來 開始拋光 一般你 少這個動作的話 它的亮度會比較 沒有那麼 透亮而已 對啊 拋光的時候 是 非常濕滑的 我選這個鞋耳 它是防水的 對啊 我剛才用好的時候 我再試防水 給同學看 這樣皮革弄起來的話 就可以 頭好壯壯 用很久了 好 我來拿水 來 測試潑水之前 我先給同學看 保養後的成果 你看那個沒有保養 跟有保養 是不是 差很多對不對 這先 看怎麼不太新 這就是白同學DIY 保養鞋子的手藝 好來 開始要來 測試潑水 我這個鞋耳是防水的 好棒喔 不錯喔 馬鞋保養就是這樣子 來 換下一雙 再來第二雙 我這雙 Playball的板鞋 有 它這個表面 很像PU 那種塑膠 啊這種東西 我覺得很容易黑 很容易髒 一般我們都是用 水下去刷 對不對 對不對 齁 同學分享喔 你 山材水蠟 它一般皮革奶喔 它在去乎的話 也是不錯啊 但是 我剛剛它的強烈度不一樣 不一樣 啊因為我這個 它表面是平光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 山材水蠟下去 你看喔 我局部示範的同學 這種材質 它表面那個毛細孔 就是 很粗 然後 很會吊臘 很會吊臘的 啊這雙我大概 快半年沒有保養了 它這個污垢還蠻深的 所以你要慢慢去把它清起來 好 然後 乾掉再射一點出來 一二三 啊 啊 這頭上 那個鞋子的龜頭 就是要白白的才會漂亮 啊 啊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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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頭而已 對啊 我先大概擦個腳給你們看 這個鞋頭 鞋子的龜頭是不是很乾淨 鞋頭 對 這個地方 啊你如果說是那個 一般的 皮啊 你不能用那個山材水蠟 它會把上面那個 塗層弄掉 這個同學要注意一下 所以保養鞋子你要看材質 好 大致上好啦 保養好之後 比對給同學看 這一雙是保養好的 這還沒保養的 你先看一下 你看明顯有 它是不是 這隻龜頭很白的 啊因為這個是那個 灰白色的白 不是純白 你看 這裡是不是就像看黃皮黃皮有 我來看一下它的鞋頭 鞋頭的部分你看 它這鞋頭 鞋頭這什麼鞋子很乾淨 啊你這邊就是好像有那種 有這個煤斑 是不是 啊我剛剛這種 材質的缺點 它真的好有貼蠟燥 最乾淨就已經這樣子了 你看它這個 管甸的韌成輪也看得很清淨 好這一雙保養結束 換下一雙 來接下來這一雙 你看這什麼管甸的氣面都已經脫落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是可以用這個 鞋油把它上去補它的塗層 但是它還有另外一種工法 可以撐更久 齁就是這種的 你用那個 平光黑 跟那個噴漆 還用學 你看 這算比較低的 我會比較高一點的 齁你看喔 先試一下 你一定要用平光的喔 平光它 搭黑群它才有些霧魅的效果 然後現在也順便好了 這箱就是 白通學在打 肉片子用的 還要熬沾這裡 這個不能噴太厚 齁 也是讓它晾乾一下 大概兩分鐘 來 兩分鐘之後 喔 表面上已經想到藍色了 有沒有 你再用這個 一樣 齁 塗髮鏈鋼 你這樣去 它黑色的部分 才比較蓋得過去啦 黑一白都學 經驗 因為它這個塗層上面 漆面已經破掉了 好 以此類推 是像剛剛那個之前 第一雙馬靴這樣子 齁 也是等它乾把它上兩層 然後這個鞋頭的部分 這也是一樣 然後就是也是第二層精油 齁 我們直接來看整理好的成果 五分鐘之後 齁剛剛修復的漆全部乾掉之後 齁 整理前跟整理後 是不是差很多 齁 齁 下一雙 來 接下來是這一雙那個 短筒靴 它這個 表皮 都保養料 是不是都 狀況很好 有沒有 齁 我們要如何防止它龜裂呢 就是 上這個鞋油 人排 因為一般保養油來講的話 它跟那個 鞋油不一樣 鞋油是要讓它亮 保養油就是要讓它那個 它的滋潤的東西 照在它的皮層裡面 齁 讓它內部比較不會過 簡單說就是它的保養 要把它開開 齁 齁 這個一般它是用那個 布下去弄 齁 布就這樣子 它這個方式齁 你大概就是 抹上去嘛 對不對 抹好之後 讓它至少要放四個鐘頭 讓它全部吸進去 排長血是都給它 8點鐘 齁 汽車皮椅也是可以這樣保養 齁 這 很高檔的東西 讓同學看一下特寫 齁 就慢慢這樣塗一下 好像在保養臉部 那種一顆 排長血齁 是都直接用手下去 比較多 用手下去 但是 這個油要洗掉的話 不會說比較好洗 它的油油 齁 你看上上去之後 它這個就明顯變成軟了喔 它會切得很軟的啊 粉條也煮熟 齁 還換煮熟 來 齁啊這個就 它這個有那個韌層紋 有喔 你就慢慢讓它 把那個 那個油 跑到那個韌層紋裡面去 齁 它這樣料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容易 龜裂啦 齁啊 它以此類推 整箱把它 上油上去 重點是那個隔天 才能把那個油 表面的殘餘的油 擦掉 齁啊這樣它整個都輸了 這些拍的DIY影片 都比較細心啦 所以 我是盡量 想不要那個影片太長 啊但是也是要把那個方法 傳授給同學 齁 我就盡量控制 在看我就十分鐘 左右 把它解決 齁啊這個下面也可以 好 要記得訂閱 拜託是怎樣 DIY教室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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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刷一刷 等它乾 你不能太淡 大致上人家說的就是乾洗 你那個水蓋起來 這樣就好了 把它自然釀乾 你像這個鞋頭的部分 我們也是可以把它上鞋油 這個我們就是直接上透明的 然後要上之前先把它擦乾淨 那一樣鞋子放著 同學看特色 它透明的話就是要等它乾 這樣子 前面的那個鞋頭 還有這個 一般來講的話 像這個鞋子油 我也是一樣 把它把它擦乾淨 這樣子的話裡面比較不會龜裂 大概示範給同學看一下 你看這個乳白色的地方 那就是這樣不乾 你要等它乾 好啦 然後我現在就是先等它乾 五分鐘之後 透明的豆奶全部乾掉之後 我們也是用那個拋光布把它這樣拋光 拋光 拋光後 是不是看到塗層很均勻呢 好像有精油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之前還沒有保養器 滴到那個化學藥劑 就是一個疤痕 稍微可惜 以上分享給同學 同學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那個 如何DIY保養鞋子的方法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 記得按讚喔 訂閱白同學DIY教室 麻煩